第二个问题 它对这个问题 它是有三个小题 为幽冥界众生 印制归一阵并烧化 请问是否可信 可信 这个幽冥界有很多人不相信 但是也有很多人相信 这个事情绝对不是说信就有 不信就无 如果信有不信无 那我宁愿不相信它 事实上信有不信还是有 不管你信不信 它就的确存在 这个存在就是我们肉眼不能借出 可是在某一种条件居足之下 你真的可以跟它接触 我们同学当中就有少数人亲身接触和 我让他们把这些事情详细给我们做报告 也把它裸像做成了光铁 这个我们是不对外流通 避免人家说我们宣传迷信 但是内部的时候可以做参考资料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些人不会编顾死来骗人 这些人不会编顾死来骗人 确确实实是死 所以他们也求皈依 他们也希望能够有缘分接触到佛法 所以这个印之皈依症帮助他们 这是好事情 第二个他说 若可行 归正的印章为黑色 可以吗 当然也可以 可是我们要印成红色的印章的时候 这是我们对鬼神的一份敬意 我们对他的尊重 对他的恭敬 人都喜欢美业 诡异也不例外 第三 这是应选 别指和黄指 在习惯上 大家都用黄指 我们也选择黄指 比较好 实在没有黄指 别指也可以 好